这个是灶的 跟我一样拿了一个这样的 那个放在什么位置为好呢 就是我们这个喷越淡的 离这个风口越均越好 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地方加越淡的 加越淡的就是为了减少它的挥发 要越离那个风口的地方越均越好 所以说这个点是最近的一个点 对最近的一个点 用6.8毫米 叫钻头 钻头打 再减8毫米 然后再拣 再拣8的时候就8毫米就吃了 对 这配好的一些轮件工具 一些螺丝 一些支架、一些钻头 都是配置里面 然后,然后,有一个抄角 这个是你拿,我老师,你拿 还要是你拿 没有,是你拿 追了一后 嗯,是吧,还是不夹 他没有打穿过 要这样子 这个都是要对着这个机器 因为那就是咱们干的 有保卖酒 有,有了 有了 容易就,等着,要被紧 紧紧收起来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脚朝那方向 对,这个脚朝这个,因为 我们机器是这个样子的 我这个地方一紧,它就,这个地方 就抬承 哦 要朝这个方向 对 尽量就是跟这个跟这个机器在一个方向 谢谢 好 谢谢 还要旁边的、还要旁边,要旁边的。 要旁边的,一旁边的雞。 海地面的鲜。 然后走,然后都来去。 然后再来组。 你们先来回来这个碗。 你们可以用来洗碗吗? 这个地方它是吞叶站的 我们要留这个瓶口 接近这个瓶口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放低 现在要让它担心 然后对它担心 然后一个就是 就是有一次 就是我们要把架子担心 反正一样 进去 我们要再禁止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团体不能量 然后把它去一平 越贴近平口 叶单量 辣出来越少 这个是前端写出来的 就是罐子过来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先检测 检测之后它会先喷 就是提前喷 防止它第一个或者第二个 那个罐子去软罐 防止这个了 这个 然后 这一个 这一个 是净罐 就是检测罐子的 它检测到罐子 它就会喷 没有罐子它就不喷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 是检测速度的 速度比配 就是我罐装机快了 它这个速度也快 慢了也慢 就是靠这个来的 然后这个是 减压阀 控压缩空气的 减压阀 调节压缩空气 很减压阀 然后这个是煮气 这一个 有没有号码 上面有 上面写的 压阀空气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个六个层杆 这个地方我差点 然后这个地方是接外面的主器 这个就是压缩空气 压缩空气往这边进来 然后我这个地方出来给机器 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 这个是调节压力的 这是光电支架 你眼睛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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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外面 外面 怎么不定有 你看外面 我有这一样 怎么不定没有 怎么办 这些东西 刀子能弄个 不能弄个的 刀子都给你弄个了 就给大家种事 可以 刀子我也是吧 我以为太大油了 三瓶 二瓶 二瓶 炸起热 炸起烤 炸面 炸起热 炸 放入冰箱 可以 气体使用法 不要吃 打费 闪闪 闪闪 纸 还在这边 这里有一个八个的山葱 八个的山葱 然后我们现在 液体使用法跟一个系列使用法都好了 跟它的这个 这个上面写的排放法 这个就是泄压力的 但我们这边的表 超过0.8哨泡 中斤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压力放缩 压力如果太高了 是到0.8 对一般是直线都是在0.8 我们一般用的话 0.4 0.5就够了 正常工作是0.4到0.5 然后呢 假如超过0.8 第二用这个阀 这是一个卸压阀 排放阀 把它压力卸掉 然后这个是增压阀 增压阀 对增压阀就是上面有字 这个是增压阀 要是压力太小了 压力小于0.4到0.5 要增压 也就是我们那个夜站 压不过去了 就把这个打开 平时这个摘的时候 一般来说很早摘的 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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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哪里 这边是H1 H1 对 H1这个管子 然后对到H1 这也是个H1 也是个H1 然后这边有一个H2 我们正常是这样子的 做这个回温度的步骤 那先按照步骤来 它这边第一步就是接这个气管 我们都接好了 第二步就是把这个关闭 第三步把这个打开 然后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打的声音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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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这个气法 气力投入法打开 打开之后它这个地方 下取抄 把这边打开了 然后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0-15分钟 10-15分钟回汆出水 把里面水熟干净 对 把液氮机里面 头一天生产过的 残留的空气和水分还干净 你看这个地方 这地方有微小的气 会不会有气体 微小的气体 过了15分钟 这边会有气体 对 而且我们在生产的时候 比如说我做过飞产了 然后我现在关键了 就是算它时间到了 因为我这个是新的 然后我做的 就是回汆出水结束了 然后把它顶掉 所以是把它关掉 然后再把这个关了 这两个随便点一下 这两个就好了 然后点这个煎 煎好之后 我们要点这个自动煎蛋 这个自动煎蛋 煎好之后 然后把这个煎蛋 煎蛋 然后那个液蛋打 有微小的气 因此安排 煎蛋 煎蛋 这检测是什么呢 叶胃 这是叶蛋 对叶蛋机里面的叶胃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试了 先把它调好 调好看它能不能喷水 还有这个 这是195 195是罐子和罐子之间的距离 然后这个呢是我感应器 就是最近看官感应到罐子到喷水 它这个喷叶蛋的时间 就是完成 它喷倒了 就把它加大 喷完了 就把它给产 是这个 接着那么热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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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